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家戏院的所有大型户外看板都是采用手工绘制的 因此洋溢了浓浓的复古味以及特殊的情调 而这家戏院呢也是目前全桃园唯一坚持沿用手工看板的戏院 因为他们有长期合作的彩绘师傅 也成为他们的一大特色哦 对啊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手绘电影看板老师傅谢神山 他从16岁开始当学徒 18岁就可以独立完成作业 特别的是他这项记忆全部都是靠他的经验累积而成的 其中包含电影海报中常见的人像 谢神山他不用任何的工具 但靠他的眼力就可以放大并描绘出立体人像哦 这也是令人相当的佩服呢 也因此他堪称为是国宝级首绘电影看板老师傅 那我们话不多说赶紧来看看谢神山绘制海报的过程吧 大型的手工彩绘电影海报映入眼帘 包含日前相当火红的国片鸡排英雄 都在这小小的工作室里出现 影片中两大主角诸葛亮蓝胜龙更是画得微妙微笑 透过色彩的明暗与层次 传达出人物最佳的立体感 而能够画出超高水准的首绘海报 就是眼前这位堪称是国宝级首绘电影看板老师傅 谢森山 第一步骤是我先画格子需要放大 把这个图案放大在那个电影看板上 那我现在大概打的是三公分一个格子 那放在看板上面可能会打到三十公分四十公分这样 那图案就会大几个部分 我们画这个电影海报是由戏宴提供海报来 它是差不多六十公分大的海报 它的人像比例是很小 然后画出的看板是比例很大 所以我们要放大 那放大我们是没有放大的器材 没有那么大的器材 所以说用眼力手工来放大 就是先打格子 海报上打个小格子 然后看你要放几倍放在这个看板 放倍数大 然后就靠你的眼力去把它放大出来 要画那个五官那个笔画都要准 才会画像出来这样 那以前是刚出来是有美术期嘛 美术期是很好画 它的颜色是很鲜艳 然后不会那么快干 然后你打层次很好画 那现在已经落末啦 戏宴已经没有人画啦 那油漆厂就不生产这个美术期嘛 所以找不到这个材料 然后我就去找这个人家刷墙壁的水泥漆来画 所以现在是用水泥漆来工作这样 那现在我画在这个看板的格子是 一个是17公分 格子放大到17公分 快速的笔法精准的画在帆布上 今年以65岁的谢森山将60公分大小的电影海报 单靠眼力手动放大成大型海报 而这就是他以经验所呈现出来的实力 过去在戏院新盛时期 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手绘电影海报 当时所使用的材料是以美术期为主 但随着手绘海报的没落 美术期可说是已经买不到了 谢森山脑袋一转 便以常见的水泥漆绘制 单靠白黄红黑蓝五色 就可调出心中所想要的色调 动作更是快很准 这个是经验啦 不是长期累积下来的 我要什么色就可以配出什么色啦 我先调一个粉红色 白 红 粉红色就出来了 紫色 再加一点蓝 加一点红 紫色就出来了 你那时候调皮肤色 白 黄 红 这皮肤色就是什么 就绿色嘛 蓝色 天蓝色 这个蓝是比较深嘛 然后再加白就比较浅蓝 浅蓝 然后你要绿色呢 再加广的 就变绿色啦 是吧 不论是色彩多样的外国人 还是台湾本土的黄种人 都可以在谢森山的笔下 展现相似度高达90%的脸部表情 不过谢森山却笑说 还是黄种人比较难画啦 因为大家都认识 知名度较高 因此像与不像之间 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相较于外国人 因为五官立体 色彩对比强烈 立体感就更加好表达了 照我画四十多年的经验 应该照目前来画 我是没有什么难度啦 不过刚开始的话 难度是它的 那个国片跟洋片来讲 它是洋片的五官比较突出 它的色彩比较多 脸部的色彩就比较多 比方说蓝眼睛啦 黄头发啦 白皮肤啦 它画起来 它的鼻子能够深 画起来就会立体 那房种人它是 颜色比较少嘛 就是黑眼睛黑头发 色彩不鲜艳 然后五官比较平 所以每次拿来的海报 相片都是平平的 所以要画难度很高 第一就是它的国片 大家明星都认识 所以要画相 要比较难度比较高 那洋片比较好画 就是这样 从16岁开始 在民间手工彩绘领域中 当学徒的谢深山 18岁就可以独自完成作业 突破以往至少学习 三年又四个月的时间 对业界来说 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 不过谢深山回想起 当学徒的那段日子 可说是相当的辛苦 没有校园内的课程教学 只能透过自己敏锐的观察力 并从师傅每一次的工作当中 学习到手绘的要领与诀窍 但由于技术难学 平均每十位学徒 最多只有两位 能够成功当上师傅 导致手工彩绘电影海报 逐渐没落 学习到手绘的要领导 实际上刑最后 平均每次的过程 在深山的上师傅 这些节目 在深山的上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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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戲院已經都收起來了 那現在的戲院就叫影城 影城那就是 影城他們的看榜是用電腦輸出的 它是前台灣就好幾千片 就是由影片公司輸出量大 就比較節省 那這傳統戲院它自己要生產 它就是用手工繪園 主要是說這家戲院的老闆 他對藝術畫是很欣賞 他堅持要用手工畫的 這戲院傳統戲院落幕以後 北部就只有我一家 南部還有兩家 那是戲院假如說瓶子沒有畫的話 我們這行業就等於說 就走路防昏了 就沒有啦 沒有這個工作可以做了 是這樣 在早期只有戲院的社會裡 謝森山一天至少得畫上兩三隻片子 才能夠跟得上電影上檔時間 但隨著社會型態轉變 許多戲院已逐漸轉變為影城 海報更是以電腦繪圖給取代 純手工的電影海報幾乎所剩無幾 看著謝森山驚艷老道的畫著海報 並親自前往戲院掛畫 從他身上不但感受到這項記憶的辛苦 也讓眾人體會到對於藝術堅持的重要性 如此才能夠將傳統的記憶代代相傳下去 目前我們一般所看到的大型電影看板 幾乎都是透過電腦噴墨輸出製作而成 因此不管是在畫面的構圖或者是版面配置上 只要透過電腦輕鬆作業就可以完成了 然而謝森山的手繪看板呢 則是靠他一個人一筆一畫親手繪製而成 雖然是依照電影海報等比例的來放大 然而有時候為了配合帆布的尺寸或是其他的因素 謝森山也會重新構圖 甚至呢他也會運用不同的字體來寫電影的主題 用以彰顯電影的特色效果喔 那在早期稍微有影城出現的時候啊 其實到處都可以看到有人在繪製電影海報 不過隨著科技時代的轉變 現在幾乎已經看不到有人在繪製電影海報了 也因此謝森山可說是北部地區唯一僅存的 首繪電影看板老師傅 不過謝森山也說了 其實這項記憶是相當的難學 在過去每十位學徒當中 平均只有兩位能夠成功當上的師傅 也因此導致學徒越來越少 這項記憶即將面臨失傳的危機 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警政署165反詐騙專線您好 小心來電顯示可能是詐騙 請小心提款機沒有取消分期付款設定的功能 法院不會監管您的帳戶 更不會派人接收現款 求職面試時不要交付重要證件 一聽二掛三查證 有任何疑問請拖打165反詐騙專線 勞氣165方片真簡單 請多加利用二字頭錢幣 歡迎回到《易遊談語》 今天在節目中為大家介紹的就是 國寶及手繪電影看板老師傅謝神山 但其實手繪電影海報的魅力 不僅僅只有存在謝神山的心裡 就連中原戲院對面的小吃店 都對於謝神山的畫工感到相當佩服 包含日前有一部相當火紅的電影《Manga》 在下檔之前 這小吃店就趕緊買回去放在店裡 讓民眾欣賞 那據老闆娘透露啦 自從這個海報放在店裡之後 每一位到店裡用餐的民眾 都會在海報前面拍照留念 也因此業績成長了不少呢 是的 除了在地店家的熱情支持之外 謝神山的作品也吸引了不少觀光客的目光 包括之前就曾經有遠從加拿大來的遊客 因為特別喜歡斷貝山這幅作品 因此還特別將它買下來 帶回加拿大做紀念 而在日前桃園所舉辦的 兩岸電影展開幕式當中 也特別邀請了謝神山師傅 為中國電影《觀音山》來繪製海報 她精美的畫工也讓來自對岸的導演 及電影工作者們讚嘆不已 接下來就讓我們繼續欣賞謝神山 以及她的彩繪作品 從事手繪電影《海報》將近50年的謝神山 年輕時期便踏入這項工作領域 卻從來沒有想過要轉換跑道 因為手繪電影《海報》對她來說 不單單只是份工作更是她的興趣 畫中人物的立體感與生命感 都深深地吸引著她 然而其中最特別的是 只要欣賞者注目著畫中人物 不論走到哪裡 都可以感覺到人像緊盯著自己不放 手工繪出來的話 它是比較立體的 顏色比較鮮豔 有人說我一幅是手工繪的畫旁邊 一幅是電腦輸出的 兩幅在旁邊你就看得出來 一邊是比較立體那是手工繪的 那手工繪的她的人物比較浮華 就好像比相片還活 顏色鮮豔 她的眼神呢 你比方說她看她正面是看你 你走到右她也看著你右 你走到左她還是盯著你走 是這樣 她有那種 畫出來有那種精神 手繪電影海報的魅力 當然不只存在於解身山的心理 就連在戲院對面的小吃店 都對解身山的畫工感到相當佩服 每天開店就可欣賞到手繪海報 更敢在電影下檔前 將Manga這部熱門影片的海報買下 掛在店裡讓大家共同欣賞 不少年輕人紛紛在此拍照留念 感受手繪電影海報的魅力 據說業績也因此成長了不少 因為我們看她畫得很漂亮 結果現在手工畫得很少 所以我們想說把它買下來掛在店裡面 後來發覺很多客人都一直拍她的照 而且客人一直來一直喜歡吃就來拍照 幾乎十個客人裡面有七八個都在拍照 這樣也不錯啦 現在台灣這種會自己所繪的很少了 不過解身山的本領可不只局限在電影海報上 連同幼稚園的圍牆塗鴉都是她的拿手絕活 看看眼前這片充滿童話故事風格的圍牆 就是解身山花費十天所完成的作品 透過色彩的鮮豔以及可愛的卡通式圖樣 讓人很難相信這些作品是出自於同一個人的雙手 畫法是比較簡單的 對 有的會有高難度畫二樓三樓 那個要塌架子就要爬高畫 那個難度比較高 像今天我們看到這個是站著就可以畫了 色彩要先驗 所以我們找的一些資料都是比較卡通式的 那跟電影驗的那不一樣 它是畫明星的 畫法不一樣 所以 畫這個外牆這個 安心般這種畫呢 是先找一些資料來 而且一半是自己創作 就可以把它完成這樣 即便是簡單的圍牆塗鴉 謝深山依舊將自己的畫工發揮到零零盡致 不論是人偶的臉部表情與頭髮 或是可愛小雞的毛髮與肢體動作 都能透過多層次的色彩搭配 將立體感呈現出來 而這些就是謝深山多年人像繪製的經驗表現 謝深山認為 雖然圍牆上的塗鴉 不需要畫到像電影海報如此的細緻 但是色彩的層次也不能因此而減少 因為層次與明暗就是圖樣立體的主要秘訣 像我們畫這個是外面人家過路都會欣賞到 會欣賞到他會感覺不錯 他會問這個店商家說是哪裡畫的 他會介紹我們 繼續介紹我們來工作 會介紹給我們家 本身我們做這一行業就是 會畫 手工會畫 對外面的工商有人來叫我們畫 我們就會去領這個工作再來做 所以從開始戲院有街 外面的工商也是有街也是這樣 像以後電影摸到沒有畫的話 我們體力還可以做的話 外面的工商還是繼續再做 還會再畫 對謝森山來說 圍牆塗鴉就像是活動式的宣傳車 雖然線條較為簡單 但工作時間是必須依照天氣的好壞來決定 例如刮風 下雨或是正中午太陽日賽 都沒有辦法進行這項艱巨的任務 其次則是因為戶外工作 凡是經過的路人都會停下腳步欣賞 也讓謝森山感受到一絲絲的壓力存在 不論是手繪電影海報或是圍牆塗鴉 謝森山都堅持著對藝術的執著 如今礙於技術難學 這項手繪電影海報的記憶 即將面臨失傳的危機 不是不說水土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他不能吃這個苦 因為水我們這一行是跟木工鐵工不一樣 同樣是水土來講 木工鐵工它是有一個尺寸固定的 比方說你木工尺寸是多大 要泡木頭要泡滑 那是固定的技術 那我們這個是每天拿來海報明星像都不一樣 畫的人頭又不一樣色彩不一樣 所以很難水 所以年輕人大部分都水不起來很難水 所以差不多三十多年來就沒有水了 我們是需要人手 不過是沒有人要水找不到人 所以這個已經斷掉了 後續沒有人了這樣 那又跟著CM 漏夢沒有這個工作做了嘛 所以這一行業就沒有人再繼續留後面了這樣 每一位想學手繪電影海報技術的學徒 必定都得先經過磨練 包含黑白線條的底稿 上色最後則是寫字 雖然與電腦繪圖所呈現的字體大同小異 但要透過橋手所繪製出來 卻必須擁有一定的實力 謝森山認為即便有再多的不捨也無能為力 因為手繪電影海報就是跟不上科技 且戲院的落寞也讓社會大眾幾乎快看不見這項傳統的記憶 讓人不免感到有些遺憾 我今年六十五歲啦 體力也比較不行啦 本來是公家機關是六十五歲就要退休嘛 退休我是現在是還可以做的話是繼續做下去啦 因為大家認同我的手藝嘛 所以可以做的話是繼續做下去這樣 這個行業假如說我有體力還自己勝任的話 我是自己畫下去啦 不管年齡多大啦 我是會繼續畫下去 因為這一兩年大家是媒體一直來採訪我嘛 我自己感覺很高興啦 自己認同說我的手藝大家有認同嘛 所以說還是要繼續畫下去這樣 不仰賴科技一切透過謝森山的眼力與經驗 在過去戲院興盛時代 謝森山曾同時為期間戲院彩繪電影海報 如今戲院的落寞也讓彩繪海報的記憶面臨失傳的危機 而謝森山更成為桃園縣唯一一位手工彩繪電影海報的老師傅 在高度依賴科技的今日 謝森山師傅的手繪看板 更能傳達出手作品獨有的情感以及溫度 雖然他不像電腦輸出的 那麼整齊畫衣百分之百精確 然而透過謝森山的再創作 或許更能呼應電影藝術的創作本質喔 對啊 那今年已經65歲的謝森山 其實之前就已經想過要退休了 因為手繪電影海報這項記憶 必須仰賴大量的演力 對謝森山來說是一件相當吃力的事情 不過近年來開始有人注意到手繪電影海報這項記憶 而且在許多報章雜誌媒體爭相報導之下 也讓在這個領域闖蕩將近50年的謝森山 感到一絲絲的成就感 因此他就笑說 他希望未來能夠畫到100歲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